您好 歡迎收看7月19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如宇慧 最商復原的古王爭霸站 是花蓮唯一列為客委會客裝十二大節慶活動之一的活動 今年也邁入第23年了 縣府客家事務處也進行規劃出復原保安宮光雕秀 18號晚間由縣長徐正蔚親自主持開幕一室 縣長表示這個光雕秀啟動之後 象徵著花蓮的暑假旅遊活動正式開始 要給全國民眾一個精彩難忘的暑假假期 八家將手持法器驅魔來開場 再搭配聲光效果復原保安宮光雕秀震撼全場 一年一度的瑞士鄉復原八仔莊古王爭霸站 去年首度常識光雕秀大受好評 縣政府客家事務處今年擴大辦理 18號晚間由縣長徐正蔚親自主持開幕儀式 場面隆重 起啟動 堂堂邁入第23個年頭的古王爭霸站為花蓮 唯一一個列為科委會全台客庄十二大節慶活動之一 不僅有傳統古王爭霸 古鎮、古鎮、古隊、尬古 更是充滿了地方宗教信仰文化的活動 而今年有縣政府光雕秀的加持 也吸引大批遊客民眾到場參加 縣長徐正蔚歡喜表示 啟動光雕秀後 花蓮今年暑期旅遊活動也正式開跑 要提供全國遊客民眾一個精彩難忘的暑假假期 認識我們的資卡宣親子書上樂園 或者是我們的雷口公年節 以及我們收入雅收入最美好的聲音 尽在花蓮夏蓮嘉蓮華以外 另外還有八月的金針花季 還有我們非常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活動 例如國際石雕藝術季在十月即將展開 還有全民運也在十月 還有大家都不能忘記 每一年一定要來參加的 我們開的馬拉松的這個慢跑的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到花蓮來 享受美好的山山水水 以及讓你的身體健康 復原保安宮光雕秀 從18號起到8月16號整整一個月 每天晚上7點到8點半共四場次 另外8月1號起一連兩天的谷王爭霸站 也將會在復原國小熱鬧尬鼓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觀谷站 記者是玉蘭瑞瑞採訪報導 好 好 好